嗨,大家好,我是Rose,石金霞 好几天我们没有这个更新时评了 对,因为前几天啊,我女儿毕业典礼 然后呢,我男朋友过来 我们呢,参加我女儿还有这个她的男朋友两个孩子的毕业典礼 哎呀,可把我们给累坏了 哎呀,真是太累了 所以我的确是还带着我的这个电脑啊 这个话筒啊,这个设备啊 带到酒店里,还想着有时间的话呢 给大家做几个节目啊 哎呀,不行不行,实在是太累了 没有时间啊,没有精力啊 好,那 这个 还没缓过劲来啊 还挺疲劳的 哈哈,你也是年岁大了,经不起折腾了 哈哈 那今天先聊一个很好玩的事啊 就是这个 国内的这个监控技术啊 达到了一种啊,什么样的效果啊 什么样的境界 我给大家呢,分享一下 我的这个切身的体验啊 呃,我前面有好几次呢 就是微信啊,被禁了 呃,都是怎么 都是那种怎么禁呢 就是啊,禁了我的朋友圈功能 禁了我的这个群聊功能 呃,然后也就是呢 我朋友圈呢 呃,我没有办法发朋友圈 我也没有办法评论别人的朋友圈啊 但是我能看到别人的朋友圈,呃,群聊呢 是啊,我能,呃,这个 我没有办法发,呃,群聊 然后呢,我也看不到别人发的 就在我被禁的这些天 我也看不到别人发的 呃,但是私聊是可以的 啊,私聊能看到 呃,那我这样被禁了几次之后呢 呃,然后呢,就有推友啊 就是在推上就说 说那你,呃,为什么还要用微信呢 你,你怎么不用WeChat呢 呃,我一直以为微信就是WeChat 知道吗 啊,我说难道不是一回事吗 他说不是 他说你在海外的话 呃,你可以那个更换一下啊 把那个你的这个呃,所在的属地啊 然后呢,你所在的这个国家的手机号码 把它换一下 然后整个迁移 从微信迁移到WeChat的就行了 呃,然后呢,我就了解了一下 啊,了解了一下啊 怎么迁移怎么做啊 反正挺简单的 啊,我就不怎么说 我就不说怎么做了 你要是想迁移的话 你自己去了解一下 就很简单 然后我就迁移了 我就迁移了之后呢 我就不是微信了 我就变成WeChat了 啊,那手机号呢 也就是变成了我在美国的这个手机号 啊,然后就 就觉得我这获得自由了吧 啊,是吧 那我就可能不会再禁我了 是吧 哎,确实是,迁移了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 呃,这个,我没有感觉到我被禁了 哈哈,注意啊,注意我的措辞 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感觉到我被禁了 因为我再也没有收到说你被限制了朋友圈功能 是吧,你被限制了群聊功能 呃,我没有再收到过这样的通知 但是我确实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就是,就是什么不太对劲 就是时候 我在群里 因为我有好几个微信群啊,就是小圈子的啊 啊,这个微信群啊,那基本上 呃,都是我建的群啊,那么我的粉丝啊,好朋友啊,是吧 呃,然后,就是想以前的话我要在群里说个啥的话 大家都是会有反应的,是吧 啊,那因为我要说点什么,什么啊,分享一些什么 大家都是很感兴趣的,更何况群本来就是我建的,对不对 啊,那好在我也是个群核心呢,是不是 哈哈,然后就,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就有这种想法 我说,嗯,怎么我说的话没人理我呢 哈哈,哎,然后呢,就是,这个,我就想啊,是不是我说话 他们,别人看不到,还是怎么回事 嗯,然后,这就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换成这个WeChat了啊,已经有,有个吧 两三个月也有了吧,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老是我有点感慨啊,然后,然后让我产生警觉是什么呢 是,前两天我女儿突然跟我说,说妈妈,你为什么屏蔽我 嗯,我说我没有啊,我没屏蔽你啊 然后她就截图,截图呢就显示我的朋友圈啊,是一道横杠 啊,也就是说,她看不到我的朋友圈 那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吧,你要是屏蔽了谁 那她就会显示,然后那个人就打开,就是一个横杠嘛,是吧 然后我说没有啊,然后我就赶紧去看我的设置 然后我就截图给她看,我说你看,我是所有功能都对你开放的 没有,再说,你也没气我是吧 哈哈哈,我干嘛要屏蔽你呢 哎,然后,哎,然后呢,她收了之后,我就觉得挺奇怪 然后就想,哎,我说好像是有点问题啊 好像是从哪个哪个时间点之后,我的朋友圈再也没有收到过什么 什么点赞呢,什么留言呢,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在朋友圈里分享了那个,好多那个,就是女儿毕业典礼的 我和我男朋友啊,我们的合照啊,什么的 就是明明刚才,前两,前天是吧,昨天是吧,大家还在那,还在那疯狂的留言点赞呢 是吧,怎么,是,刚刚过去这,这,这几个小时好像安静了,是怎么回事,是吧 然后我就说,难道我被屏蔽了,哈哈,哎呦,难道我被屏蔽了吗,我 然后后来我又发现,哎,我说不对啊,我说有有谁谁谁谁谁谁 好像刚刚给我点了赞,然后我又一想,我说不对,他们都在国外呢 哈哈,啊,一个,一个是在这个法国的,是吧,啊,一个是在德国的 啊,然后他们都在国外,然后还有一个是在英国的,他们给我点赞 好像国内就没有人给我点赞,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 你有没有那个,把你的那个微信呢,换成wechat呀 她说,没有,怎么换呀,我说我就告诉她怎么换,然后过了一会儿 她换了,她跟我说,妈妈,我现在看到了,哈哈,好吧 然后我就知道了,是吧,然后后来,啊,在这个,我就知道我的这个,我的这个朋友圈被限制了 而且这种限制是一种,是一种什么样的限制,是一种高精尖的,哈哈,定向的限制 也就是说呢,呃,如果你是用的国内的,呃,微信的话,你就看不到我的朋友圈 但是如果你是海外的wechat用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呃,那就是我作为一个境外势力被限制了 哈哈,然后后来,在,但是在这个时候我还没觉得我的,我的这个群聊有问题,是吧 然后我就在群聊里边,就还是跟大家聊,然后呢,还是没有人理我,我也没多想 后来呢,啊,就是我群聊里发了张照片,啊,我和我男朋友的照片 我说,看看有没有他,有没有夫妻像 隔了一天多都没人理我,啊,我心想大家,这个好像都疲惫了,啊,不感兴趣了 然后后来,突然,啊,就是,啊,有一个,啊,有一个,这个,啊,这个,在,这个三线城市的,啊,然后一个朋友 他说,啊,是真有夫妻像,啊,是挺有夫妻像 然后再后来呢,就又有人说,说,问他,说你在说什么 哈哈,然后,为啥啊 因为我发的内容,别人看不到 啊,啊,啊,然后再有一个朋友呢,他在加拿大 然后他也参与讨论 啊,然后但是在加拿大的这个朋友呢 他的微信啊,已经换成WeChat了 但是呢,他的WeChat没有被限制 所以他在群里说的话,别人能看到 然后别人就,能看到的人就更觉得奇怪了 怎么感觉他们好像在跟空气说话一样 明显的在说的这个话是前面有上文 可是看不到上文 然后大家就才是,才开始发生了一些疑问 说这发生什么事了,这是怎么回事 哎,然后他们就开始截图,截图 然后呢,就是能看到我的画的就截图 然后截了图发到群里 那看不到的人才发现我之前说过话 然后呢,做了一下统计啊 大家就开始说,谁能看到,谁看不到啊 然后结果就发现呢,很有意思啊 这种屏蔽很有意思 就是呢,基本上是这样的 在北京的,在上海的,在苏州的,在西安的 好像在深圳的也不能啊 就是看不到我的信息 但是呢,在这个广西的 在安徽的 还有呢,就是在呢,就是一些三线的城市的 然后还有呢,就是在重庆的 好像也能看到 然后呢,还有意思的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大家就说,哦,那看起来应该是这样 就是,是不是呢,就是这个一线的大城市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新一线的城市 是吧,东南沿海的,是吧 是不是看不到 结果呢,有一个孩子,大学生 然后他在蒙,他在内蒙 然后他说,那为什么我也看不到呢 然后我说 我就想,那应该是 那应该是,他是大学生 哎呀,就觉得好奇怪啊,是吧 然后不得不赞叹呢 不得不赞叹 是的,我有一朋友,有几个朋友啊 他在这个张家岗 你看,张家岗他不是,他不是一线城市吧 也不是这个新一线城市吧 但是他属于东南的发达地区嘛 他也看不到 看不到我朋友圈 然后,看不到群里我说的话 哎呀,真的很佩服啊 而且呢,因为我现在是已经换成WeChat了嘛 所以人家其实并没有限制我发朋友圈 我可以发 随便发 但是呢,人家可以限制谁可以看到我的 谁不能看到我的 他也不限制我这个在群里发言 你随便发 我也能看到别人在群里说的话 是吧 但是,别人看不到我说的 别人看不到我说的 哪怕我是引用别人的话回复 别人也看不到我说的 然后呢,如果我说了话 别人引用了我的话 能看到我的话的人 引用了我的话回复 别人也其他看不到我说话的人 也只能看到那个人的回复 但是看不到所引用的内容 哎呀,这技术真好 哈哈,有这个经历是吧 研究这个 你说,芯片是不是早就研造出来了呢 而且这种它很 很 很歹毒,你知道吗 它歹毒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 它进了你,你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而且它用这样的方式 还会造成什么 造成人群之间的割裂 你因为呢 你看,看不到我的朋友圈的人 他点开之后是什么 是显示他被我屏蔽了 那如果呢 这种情况下呢 就会容易造成人际关系的分裂 那有的人可能就会问问我 你怎么屏蔽我了呀 你怎么能这样呢 是吧 有的人可能 脆弱的人可能就心里啊 流泪了,痛哭了,失眠了 然后默默的把我删掉了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是吧 所以它用这样的方式啊 其实也就是 哎呀,我觉得比 你当你用微信的时候 给你发个通知 告诉你 你被限制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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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限制了几天 明显着对外国 对外国友人 对境外势力 这招更损 这招更损 来破坏你的 在你人与人之间搞纷争 对 然后呢 而且让你自己浑然不觉 让你自己浑然不觉 如果不是我女儿来问我 我压根都不会想到 如果不是在群里 恰好有的人能看到 正好这个群里边 还有其他 我们这个群就是说 它不是一个小范围的群 它是一个就是地域范围很广的 那么 可能就 可能就真的是至死不悟啊 你到最后可能他这个限制 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时间 有没有时间你也不知道 因为他也没给你发通知 太好玩了 真是太好玩了 所以大家想一想 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裸奔啊 他可以精确到什么程度 精确到你的身份 精确到你的地理位置 精确到你这个人 以及你所对应的人 我们的纳税人呢 所交的税啊 明纸明膏啊 是吧 这真是 都用在这些方面了 有人可能说 不对 是老师 你的他这不是那个腾讯的 腾讯自己做的吗 腾讯为谁做的呀 谁让腾讯这么做的呀 是吧 真的是啊 这件事我觉得好有意思 我觉得我得给大家 讲了就讲了就他 真的是太太太阴险了啊 太阴损了啊 太阴损了啊 这个如果我不换成WeChat 我还不能体会一把 这个外国友人的啊 这种这个待遇啊 然后呢 我换成了WeChat之后 然后我的朋友们 他们也体会了一把 自己有海外关系 是什么感受 所以我们说 一切的这个独裁者 他们呢 他们 他们最喜欢做的 就是两件事情嘛 这两件事情啊 都是违背圣经的 一个就是什么呢 偶像崇拜 要让你背离神 背离上帝 要偶像崇拜 要让你啊 去奉一个啊 人间的土偶木梗 那么 某某大的 某某大的 某某爸爸 某某妈妈 是吧 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他在你 人与人之间制造纷争 让你们彼此增加嫌隙 让你们彼此增加猜忌 让你们彼此互相伤害 而不是彼此照亮 所以像这种手段 你看 都是为你来制造隔阂 制造纠纷 为你们的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 制造障碍 这是最常用的 所有的专制独裁 他们 在想巩固自己的统治的时候 他们在各个方面 都是用这两招 这是最最有效的两招 所以你看 在言论管控上 他们都不 都要遵循这两招 都要遵循这两招 对呀 你看你每天学习强国 你那不就是在拜偶像吗 对不对 然后呢 像这种啊 就是让别人以为 我把他们屏蔽了 这不就是在制造纷争吗 所以我们要对抗他 最好的武器 那就是什么 要敬畏神 要有敬畏之敬畏 然后要彼此相爱 彼此信任 简而言之三个字 信 忘 爱 祝福大家 哈利路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